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块400克 香芋200克 生肉米粉60克 青蒜叶需要用到10克 料酒8毫升 生姜片5克 香菜叶5克 生抽8毫升 食用油适量 盐3克 蚝油3克 鸡粉2克 以上材料我们都备好了 接下来还要处理一下香芋哦 香芋要切块 香芋最好切成菱形块 这样摆在盘底 既美观又稳固 香芋切好之后 继续放回盘里面装好 香芋放置一边备用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腌制一下鹅肉 腌鹅肉的时候呢我们要备好一个碗 再将鹅肉倒进去 下面呢就要倒入料酒 姜片 生抽 鸡粉 盐 蚝油 以及适量的食用油 配好筷子 搅拌均匀 鹅肉含有蛋白质 卵磷汁等营养成分 具有益气补虚 解迁毒等作用 拌匀之后需要腌制15分钟哦 肉已经腌制好了 下面不要忘了还要倒入蒸肉米粉 拌匀 拌匀 拌匀之后先放置一边备用 另外我们要备好一个干净的盘子 先将已经切好的香芋倒进去 垫底 再放入青蒜叶 最后呢再将已经拌匀的鹅肉倒上去 接下来就可以备好电蒸锅了 电蒸锅备好了 里面注入的清水一定要提前烧开上气 可以擀 将食材放进去 入锅蒸30分钟 香芋蒸鹅已经蒸好了 开盖 非常的香哦 夹好的夹子取出来 最后不要忘了撒上一些香菜 香菜呢也能提香 这样吃起来呢味道更佳 最后这一道荤素搭配特别营养的香芋蒸鹅就叫大家做好了 香芋吸收了鹅肉的肉香和油脂 鹅肉粘上来青蒜叶带清香 这道香芋蒸鹅做法简约 滋味可不简单哦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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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